立法院新会期开议日朝野党团驾及动员 各部会官员才刚坐下 在野党马上展开攻势 十点一开会民众党八席立委拿手柄冲到前面 把行政院长卓荣泰团团包围 在野党新会期可以行使的人事同一权 除了NCC委员还包括司法院政府院长大法规 考试院和公平会 在野立委磨刀祸祸监督中央 国民党团也列出17项优先法案 重重之重是修财政划分法 要求中央释出部分税收给各县市 别再肥了中央 酷了地方 除了裁员 还有能源 明年5月17号核塞2号及旧药厨艺 国民党团新会期计划继续推动核管法 让核电厂研议 避免民进党的非核家园 害台湾最终面临严重缺电 我们就很好心 让我们来修法 让核二核三研议 让核一呼呼 赖清德看起来有弹性 来保姓在乎的是店家不要涨 预算会期再严厉委 将对各部会预算严格把关 监察院NCC续产会 甚至总统府都被点名删预算 包括国务基要费 包括他成立了三个委员会 这笔经费是合适的吗 所以他如果不来 当然我们会提出 冻结他一部分的预算 国会可以是人民的希望 不要成为朝野的战场 国会新会期开议 再演磨刀祸祸祸 又要替百姓严格把关 记者信红卢朝廷 还有SG小组采访不到 爱国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